好 弟兄姊妹 主日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能回到大家中间 这样的喜乐 可能你不是很容易体会 如果你没有跟我一样的遭遇 大家都知道 上个月我做了个手术 这个病吧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圣经上也有记载 当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 奔罪的时候 献他的礼物就是这个 这个也被称作叫做埃及人的病 不知道为什么 还曾经要了一个王的命 就是叫约兰 我们大家知道的著名的奋兴 布道家宋尚杰博士 他也得过 他没有重视 他的英年早逝 可能跟这个病都很有关系 本来这个病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我觉得是可以坚持一下的 但是你的精神虽然很想挺 但你的身体是很诚实的 他会自作主张的就给你放挺 最后还是顺服了老婆和医生的建议 就去动手术了 然后这个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打麻药呢 我发现原来麻药也不一定就一定的把你麻到 对我就不太有效 补了两针麻药还是没感觉 我说说对麻醉没感觉 对痛呢就很有感觉了 医生的每个动作我都知道 现在在用刀个拉 现在在用针粉 现在在用激光烧全能感觉到 不过我发现术后恢复期的这一种疼痛 其实比手术要更厉害 你的日常生活动作存留 现在都成了上行一样 每天的换药呢更是非常遭罪的 所以有一句话说 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我是很理解这句话 就以前姊妹说生产生孩子多疼 弟兄他再想体会他也无法体会 是吧 但也许你动个手术 你比较能体会一下 所以相对而言 每天打针 虽然往手上一直扎针眼 那个相对来说就轻松愉快多了 扎得熟练了以后 你发现有时候护士比你紧张 他总找不着血管 是吧 也有能找着的 我就专门请一个小护士 他这手法就特别好 扎得就很准 我说你下一任护士长就是你 过了年我回访一下 看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 然后这三周住院的期间 真的是能够非常切实地体会到 弟兄姊妹的对我的爱 也是我们主里的彼此相爱 大家排了班 按着班次 有人看孩子 有人做饭 有人给我送饭 所以就是这样的具体 而且仅仅从大家送的饭 我去吃就能够体会到 每一个人的风格 和你目前所处的境遇 是什么样子 正在哺乳期的姊妹 送来的就是那种月子饭 和比较能够那啥的饭 有乌鸡 有山药 有百合 大补汤 喝 家里有伺候老人的 送来的就是那种二米粥 或者是八宝粥 就很多种米很精细 一看就很有经验 知道老人嘴咬不动 都是喝粥 南方的姊妹就给我煲汤 北方的就煮面 是吧 当然弟兄姊妹 很多人了解 我不吃米饭 山西人 只吃面 可能也是投我所好 有很细心的 送的水果都去掉籽 因为知道消化不能有这个东西 也有很豪放的 送来爱心辣酱 来让我下饭 当然了 最辛苦的是我妻子 日夜陪护 清洗 整理 一句古话说 得妻如此 夫妇何求 是吧 郭春莹牧师 前一阵 他不是做了一个 胆囊的摘除手术吗 然后我见面就跟他讲 现在是你丧胆 我断肠 我们一对病友来慕群羊 所以这场病是真没白得 感谢主 现在身体的机能已经说 基本恢复了 但是全面的恢复 可能还需要一阵的时间 所以我也想将我在 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思考 也分享给大家 套用那句话说 我们不要枉费这场手术 是不是 我首先体会到的就是 我们的身体真的终将衰残 因为我们本出于尘土 也会归于尘土 就如同今天这个经文所说的 我们的身体就是会被杀的 或者被伤 或者被攻击 或者有软弱 对吧 那么这里边提到说 那杀身体 那种不要怕他 门还不是他 如果只说不要怕他 你可能觉得就是魔鬼 是吧 但这里说不要怕他们 那么谁能伤害我们的身体呢 我们大家肯定知道 首先魔鬼就可以 约伯可以做见证 是不是 然后呢 国王军来的 这些殉道士和义人们 也可以给你做见证的是 恶人和邪恶的势力 也可以杀害你的身体 是吧 伤害你的身体 同样我们也知道 疾病和意外 也同样可以伤害我们的身体 这个不用证明吧 应该说这是人人自知的常识 从老到少 年纪越大越知道 是吧 归根结底来说 能够杀害你的身体的是罪 罪是最能做到这一点的 伤害我们的身体 我们知道罪 圣经上讲 就是对神所造的那种 完美秩序的偏离 这种偏离 虽然不一定会带来疾病 但是我们必须说 有一些疾病 真的就是由这种偏离带来的 是吧 反之说是对的 就比如说 圣经上说 凡事都有时的 我们也可以套用传道书的话说 生有时 死有时 那么同样坐有时 站有时 睡觉有时 起床有时 你非要不守时 你就会像我一样得这种病 所以我这个伪知识分子 现在变成了一个真姿势分子 是吧 必须每天切换各种姿势 才能片刻的安疏 是吧 饮食习惯这种事情 也可以是病因的 外部的大环境来说 今天这市面上提供的这些食品 都太精细了 而且都高热量 高脂肪 高糖 是吧 缺乏植物纤维 一些粗粮的东西 你从自己的小的环境来说 自己的习惯也有问题 无肉不欢 是吧 蔑视人家吃蔬菜的人 是天天吃草 我们不肯吃草 但你不吃 你不吃就会有 让你吃个够的一天 是吧 然后你三餐不定 饿了就吃 饱了就不吃 一天一顿 或者一天六顿 这肯定要出问题的 对吧 这就是秩序的偏离 所以 无论是信主 还是不信主 就是外邦人也知道 人类从古到今 就一直 我们的身体 就活在痛中 活在病中 也活在罪中 可以说身体 是最明显的一个记号 来不断地提醒我们 一个没有恩典的生命 一个没有基督的世界 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曾经的伊甸园 始祖们的寿命 是很长的 而且是很健康的 不光是数量 质量也是很高的 对吧 可是你会发现 就是随着年日推广 随着罪在世上蔓延 身体开始出问题 首先最明显的 列祖的寿命 就越来越短 说明你的基因 就有败坏 曾经那梦中的百草原 就成了这现实的 百草库 是吧 慢慢就是人类 活在了这种 被毒害 被伤害的环境中 你需要知道的是 上帝知道这一点 上帝知道人的身体 会渐渐衰残 因着外界环境的改变 因着你内里的罪 同样也因着你内里的罪 造成了外界环境的改变 对吧 所以这是神允许的 我是说 我们的身体被杀 被伤 或者得疾病 或者有软弱 这是神允许的 因为这是我们的原罪和本罪 或直接或间接 所导致的后果 疾病 不是出人意料的灾 而是神所命定的律 是神允许的 就在这一节经文之后的经文 神讲的就是关于允许 我们熟悉的那句话 上帝说 两个麻雀 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然而父 是允许麻雀掉地上 去年春天 我家孩子就在小区里 捡到一只 从巢里掉下来的麻雀 可见神就是允许 是吧 所以 虽然说若神不许 他就不会掉地上 若神不许可 我们就不会生病 但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 神就是允许 常常允许 对吧 神允许我们得病 神允许我们受伤害 受患难 包括出意外 就如同神就允许约伯 浑身长疮 也允许保罗的眼睛就有问题 因为 他甚至都允许 他的儿子被杀 是吗 不过 虽然我们的身体 终将衰残 但是 让我们和世人不同的 却是说 有了神的同在之后 我们的 肉体 虽然要衰残 但我们内心 却一天心似 一天 这是保罗讲的 也包括诗篇所讲的 神是我心里的福分 又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这不就是那种赞美式 叫除你以外吗 对吧 所以身体 确实会衰残 神也允许衰残 甚至这是一个必然规律 我们要归于尘土 但是让我们跟世人不同的 使我们会有一种逆生长 使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内心 一天会心似一天 而且真的 就是在患难和疾病中的信徒 就比较容易体会到这一点 什么叫做 神是我永远的力量与福分 并且你会因为这种困苦 你自己对于神 还有对于人的爱 真的可以在恩典当中 天天增长 每日更新 我相信你有过类似的经历 你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 所以有一些太简单的话 可能很多人 包括我是太晚才认识到的 我跟你说 人生再是几件重要的事情 就叫做四大事 爱上帝 爱教会 爱老婆 爱孩子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就觉得我太晚才认识到 所以借着这次的病 我发现我就更爱我老婆了 我相信等十年之后会更更爱 因为又老了十年的我 身体更摔残了 不知道又是啥病 但我内心一天心思一天 我又更新了3650天 那还得了吗 是不是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逆生长 是不是 当然 圣经从来都不反对 说你要保守顾惜你的身体 你也要保守顾惜别人的身体 这不冲突 不矛盾 甚至连主耶稣都特意取了一个身体 是吗 而且今天我们是圣餐主日 因为想过吗 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里 他偏偏就是故意要用物质的方式来告诉你 我与你同在 不是非得要用杯和饼的 但他却特意地用着看起来面做的饼 看起来葡萄做的酒 要来告诉我们 他是以物质的方式提醒我们 他与我们同在 所以神对于物质 对于身体 绝对不是说亲看是鄙视的 实际上非常重视 不过最让圣灵担忧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总是会将那美好的事 当成了最好的事 世间一切的悲剧都这么来的 你将比较好的当成了最好的 你将次好的当做了上好的 问题就出现了 因为那次好的永远是那最好的 最大的敌人 偶像崇拜都是在崇拜那些 貌似美好的事情 没有人崇拜那个一看就很脏很臭 很恶心的东西 对吗 这里想说的就是 身体当然很美好 然而灵魂更可贵 是不是 可是我们会因为注视你的身体 聚焦你的身体 很可能以身体为偶像 以健康为偶像 而忽视了你内里的灵魂 这是一种可怕的偶像崇拜 本来这是对的 但是你将这对的当成了唯一的正确 当成了最优先 马上偶像就产生了 从古到今 基督徒 圣徒 使徒 传福音的时候 都优先是在关注人的灵魂的 对吗 宋尚杰博士 他一生传讲的核心主题 都是叫做认罪悔改 灵魂得救 他甚至于 很多时候 他有道具的 他扛着一具 抬着一具 棺材走上讲台 棺材就 碰就处在这儿 先提醒你 你要不信主 你的身体终将在这个里边 对吧 但是你的灵魂是 只要信主 你可以被拯救的 你可以脱离罪 一切的捆绑和束缚 今天世界的人 活得很痛苦 但又很麻木 我们经常自嘲 说我们活得像是韭菜一样 每天被人嘎韭菜 对吧 真的很悲哀 如果你不信主 你的灵魂没有得救 那我们再试 仅仅这肉体的生命 真的就像一茬一茬的 韭菜被人嘎 到死后 装在一个骨灰盒里 就成了韭菜盒子 是吧 一生太悲哀了 但是圣经 从来是以这种意向 来警告我们的 婴儿摩西 被放在一个葡草香里 顺水流下 是吧 后来你知道 有一个好的结局 但是实际上 这个葡草香 从它的功能和它的结构 那都是一口小棺材 对吗 不忍心死在我眼前 让你飘下去而已 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和大能 这个葡草香 英文就叫Ark 是吧 真的成了拯救以色列人 也包括拯救摩西自己的小方舟 摩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上来 而先被拉上来的是他的身体 从水里拉上来 40年后呢 是他的灵魂被从火里救出来 就是那西奈山上荆棘中的火焰 对吧 他在那一刻真的认识了上帝 他的灵魂去得救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隐喻啊 你的身体先从埃及大河的水中拉上来 你的灵魂又从西奈荆棘的火中显现被拯救出来 挪亚的方舟是不是同样如此 他拯救了全体人类的肉身 因为全人类的祖先的肉身在那个方舟里 是吧 而耶稣的福音是要拯救所有失丧的 选民的失丧的灵魂 同样 我们发现第一次 上帝是从那朴世的水中拯救了几个人 而在那末世 神说在那最后毁灭世界的烈火当中 神要拯救那选民的灵魂 这都是有呼应在的 因此基督耶稣生怕我们颠倒了主刺 所以才向我们大声疾呼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换言之就是说 你不要怕魔鬼 恶人 疾病 意外 患难 你应该怕的是上帝 对吧 可是魔鬼的诡计 和我们自己的罪性就正在于 它会让我们的焦点偏离 让我们的价值观扭曲 让我们从关注灵魂 转到关注身体 关注物质 关注这个世界 让我们从灵魂最宝贵 变成了灵魂身体同样宝贵 然后变成了身体比灵魂宝贵一点点 到最后没有灵魂 身体最宝贵 就是这样一步步偏离的 网上看了一个说法 说我们今天这些精致的父母养孩子 生一个小孩 熟读了21本育儿书 就是为了分辨孩子那不同哭声的含义 是吧 而且家里堆了几十罐几百罐 法国精粹植物婴儿霜 是吧 给孩子的围栏 精挑细选 绝对不能把脚给卡了 而且得无毒无害 公益环保 出门 必须配一个可调节高度的 好折叠的高端进口小推车 是吧 吃饭拿的SKP 镀银小汤匙 是吧 就这还得24小时专人看护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家两个保姆 但是今天有多少人真的关心 你的孩子是否进入了圣约 是否要参加敬拜 是否要接受主内教育 以及他们的灵魂是否会在那一日 安息在主的怀里呢 他能用同样的那个精致的专业的 仔细的精神 去对待孩子和自己的灵魂吗 就像对身体那样 就在五旬节圣灵降下的那一天 彼得讲道的时候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谁 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所以躺在棺材里的 那个小棺材里的摩西 离开了空坟墓的耶稣 被圣灵充满的彼得 被上帝使用的颂上节 他们所从古到今传讲的信息 都是来关乎我们的灵魂 我们儿女的灵魂 以及那一切远方之人的灵魂 对吧 这才是给我们的应许和呼召 那未曾听闻福音之人的灵魂 都是我们所欠的债 我们要尽可能的从近到远 从我们的家庭开始 到我们的灵舍到远方 带他们归主 彼得说 你们当救自己 脱离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我们也要救自己 脱离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怎么救呢 为什么这世代弯曲被谬呢 因为今天这个世代 就是让你不去管灵魂的得救 而只在意你身体的健康 只在意你物质的拥有 魔鬼在外疯狂试探 罪性在理 蠢蠢欲动 这么里外勾结 我们就开始疯狂的内卷 疯狂的失交 疯狂的悲逆 于是我们在一些 无关紧要的事上 用一种令人发指的精神 在那钻研细节 然而却在神所明示的 这种古道正道前 犹豫不决 要不要走 所以 下面是有一些劝勉 但是我深深的认为 这些劝勉 关乎身体 在世的生活 这些劝勉 如果你的灵魂还没有得救 单听这些 非常可能让你的内卷更加严重 让你更加偏离永生 我是想说 如果你的灵魂已经安定在天 我们在讨论一些在世 当如何生活 它才有意义 今天的经文说 那只能杀身体 这样的势力 不要怕他们 那我问大家 怎么样叫做不要怕 你说疼痛的时候 他喊了 他哭了 这就是怕吗 我觉得我还行 我没哭 我们同病房 那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夜里头蒙上被子 在那儿 阴阴的哭泣 是吧 能理解 但你一定说 他就是怕了吗 或者说 我就无谓的去死 我就是不怕吗 其实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怕 终极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怕了 就是说 你被影响了 你被打垮了 最终你被制服了 这就叫你怕了 经上说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肢体 她也照样成了血肉肢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 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人怕生病 怕疼 终极的原因是因为怕死 对吗 而死 就是长死权的魔鬼 他最大的武器 人因为怕死 就做了魔鬼的奴仆 这就是圣经的意思 对不对 耶稣基督来败坏那死权 就正是将你 从那惧怕死亡当中释放出来 你不再成为长死权的魔鬼的奴仆 所以那杀身体的你要怕他 意思就是说你被他制服了 你被他打垮了 你被他全面的影响你了 一个人能够影响你 能够制服你 能够打垮你 他就是你的主 你就是他的奴隶 对吗 所以耶稣的意思是 不要做死亡和疾病和患难 和身体的奴隶 我们要做奴 也是做主耶稣基督的奴仆 做上帝的奴仆 而不是做魔鬼的奴仆 这就叫不要怕的意思 所以那些灵魂得救的人 那些已经与那 倒成肉身 十价赎罪 死里复活的主耶稣 相交的人 他们就得了释放 不再怕魔鬼 不再怕死亡 人如果特别的惧怕死亡 他就会极度的敏感 极度的担忧身体的 任何风吹草动 但与此同时 他却对他灵魂里的 狂风巨浪是无动于衷的 当他如此的惧怕 他就会从此战战兢兢的 为身体而活 不再关注其他任何的事情 无论是神的荣耀 还是人的灵魂 这样 他就活成了一个奴仆的样式 不怕 就是不被影响 不被打垮 不被制服 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么一个话 说 你在进食的时候 你要怎么 有记得吗 很奇怪 我们一般想到 你进食的时候 你要躺平 你要深呼吸 你要多喝点糖水 都没有 耶稣说 你在进食的时候 你要梳头洗脸 对不对 为什么梳头洗脸 不要让人看出来 你在进食 这个话很有意思的 你仔细想 我想这里有一个相通的道理 就是说你生病和受苦的时候 你也要梳头洗脸 你要得过病就知道 那个时候很难 你身体很痛痛的时候 梳头洗脸 不是那么灵活自主的 甚至你没有那心情 干这个事 对吗 我在化个蛋装 怎么可能 哪有那心情 是吗 也就是说 你要用这个精神来说 就是你在生病受苦的时候 也要梳头洗脸 就是说 不要让人看出 你在生病 你在受苦 当然我不是在说 让你强颜欢笑 也不是说 让你汇集记忆 不要误会 而是说 你要明白 你不要被疾病和患难 影响和制服和打垮 即便身体已经困住了 我的心也不能被他制服 如果说你的身体软弱 就改变了你素肠的生活状态 那就是变相的承认 我被打败了 疾病和患难已经全面影响到我了 已经改变我了 是不是 以前我看过一电影 在纳粹的集中营当中 所有人都蓬头垢面 瘦骨临寻 苟延残喘 吃不饱 穿不暖 每天还得干纵活 大家都了解那个状况 对吧 而且随时可能有人拉出去 送毒气室 对不对 你说在那个情况下 书头洗脸还有意义吗 你说那也不可能啊 也没有肥皂啊 书什么头洗什么脸 那儿木书 但是就有一个囚犯 他天天早上他做一件事情 别人来看这个人好奇怪 他找那个碎玻璃片 刮胡子 刮的脸通红 有着垃圾刀口 你说这是什么 仪式感吗 还是这人是不是 对仪表的注重过分了 并不是 因为男生正常每天是要刮胡子的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在这种困难的 艰苦的环境下 也许拿个碎玻璃片刮胡子 是我唯一能做到的 保持仪容的方式 对吗 是我唯一能做到的 梳头洗脸的方式 这个就表示 我拒绝被纳粹制服 拒绝被这种软弱击倒 所以那个可怜的发臭的 那窝头也好 叫做黑面包也好 他都是尽量的小口的 细嚼慢咽的把它嚼 嚼下去 最大可能的吸收他的能量 到最后呢 只有这个人活着出了集中营 所以我想大家不知道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 正常的梳头洗脸 穿衣吃饭 最重要的是聚会敬拜 这是在面对软弱和患难的时候的 最佳方式之一 在这种不正常的大环境 和你自己的小环境当中 仍然能够靠着神的恩典 竭力的手速安长 这就表示 我没有放弃自己 而上帝那一边当然不会放弃你 我们与他所立的圣约 上帝永远不会违约的 有违约可能的就是我们 对吧 所以上帝不放弃你 你也不要放弃自己 当耶稣说你进食的时候 梳头洗脸 不要让人看出你在进食 这个意思很清楚 就是你不要别人夸奖你很敬钱 哇 这个牧师又进食了 而我们亲爱的这个姊妹 他又进食了 哇 这果然是圣徒啊 这一周已经第七次进食了 是吧 我不要让你看出这一点来 我不要人的夸赞 我要神的夸赞 是不是 同样 在患难疾病当中 手速安长 也是为了我不装可怜 我不在这秀悲众 我不要人的怜悯 我要神的怜悯 是这样的意思 唯有神怜悯我 给我恩典 我才能够说不放弃自己 即便我已经肉体被击倒 但我的心不会被制服 虽然世界已经弯曲 但我仍然要持守正道 虽然这个世代已经崩坏 我仍然要手速安长 不过我必须马上补充一句 不要故意的对立 神的安慰和人的安慰 我们从小受教育 我们惨遭高等教育 是吧 受了毒害 我们的脑子常常有一种 辩证法思维 非黑即白 你说神的安慰 他马上说 你是不要人的安慰 你说要重视身体的时候 他马上说不要灵魂了 我们很容易犯这种错误 对不对 所以千万不要把我的话 断章取义 说我说了 不要人的安慰 不可以要人的安慰 人的关怀陪伴 牧养根本不重要 这你可就误会了 这个很糟糕的 这个东西叫ETC 什么叫ETC 自动抬杠 无限蓝牙自动抬杠 是吧 不要自动抬杠 我们这些话都是放在一起讲的 先是灵魂 后是身体 先是神的安慰 再是人的安慰 这不对立 对吧 他放在一起说 我说的是轻重问题 次序问题 所以当我们的灵魂 有指望的人 再讲这些手速安诚 才是有意义 要不然我就得给你塑造 一个刮胡子的英雄 我活着出去了 这个多么的生命的赞歌 对吧 不是这个意思 对吗 事实上人的陪伴 关怀 人的工作 人的责任很重要 耶稣基督说 拉萨路出来 他复活了 他出来了 人 你没办法让拉萨路出来 不信你拿高音老板 在那一直喊 某某某出来 你试试看 除了看灵园的人揍你以外 不会有别的效果 对吧 但耶稣可以让他出来 他出来之后 人有没有责任 有 耶稣说 揭开让他走 对不对 包括你肯定得给拉萨路 喂点水 吃点饭 给他扶着回家去 是不是 这都是人当尽的责任 同样哈 耶稣将五饼二鱼 注现了就掰开 能够喂饭五千人 那么门徒就闲着没事了吗 耶稣说 你们让他们五十一行 一百一行的做好 去给他们分饼 碎渣还得收拾起来 最后整十二篮子 是吧 人是有责任的 人是要执行一些事的 对吗 耶稣的几乎每个神迹 都有这两个成分在里边 耶稣变水为酒 你能吗 你能变水为酒吗 你只能变酒为水 你要你产水是吧 但耶稣变水为酒 可是变了之后 人要做什么 你起码得咬水 给那个管颜席的人尝一尝吧 那一尝就说 怎么把好久留到如今 神的恩典 神的大能 这样显现出来的是吧 所以让我打一个比方 如果说神的恩典 神的福音是一场手术 你知道真要讲 治我这种病 治很多的病 那是必须动手术的 那不可能保守疗法 对吧 那么人的责任和安慰 它就是手术前的麻醉剂 是手术后的止疼药 对于绝大多数人 在绝大多数时候而言 麻醉剂和止疼药 那也是必须要有的 不过恩典和福音 不过恩典和福音才是医治你的身体 特别是医治你灵魂的关键 如果你没有主的福音 只有人的安慰 那就好像是说 就给你使劲用止疼药和麻醉剂 却不跟你动手术一样 你就有祸了 因为人的爱 哪怕是真爱 最多就是止疼药和麻醉剂 虽然这东西的确有效 的确止疼 但是如果没有福音的手术 麻醉剂和止疼药 最终都只有副作用 而且你用的越多 副作用越大 这就是我刚才说 如果你没有灵魂得救 你单听这些道理 很有可能让你的灵魂 更加便利永生 因为你会沉醉在人的安慰 人的这种陪伴 人的这种具体的呵护当中 不能自拔 我只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虚乎缥缈的 什么灵魂得救 使你的灵魂远离了救恩 所以我说 人的安慰和陪伴 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和福音 在前 它最大的意义 不过就是那持续一生的 临终关怀 而且它最坏的效果 是有可能让那没有福音的人 无痛下地狱 而如果有了福音 有了这手术 那么人的彼此相爱 那当然是美好的 而且是必须的 对吧 没有的话真的痛苦难当 我说那麻醉药对我不太好使 所以那手术就比别人额外遭罪 我术后还用了好多天的止疼药 不过我真的发现 弟兄姊妹来看我 比什么止疼药都好使 即便你看完走了之后 又开始疼了 是吧 但那当时那一刻 就好像一种预长 一种预表 你有了刹那间的手速安长 你暂时的忘记了病痛 你好像回到了大家当中 好像回到了正常 因为和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一起 你就比较容易的想到福音 想到神的恩典 所以今天我终于回到公共崇拜当中了 这种的喜乐和高兴 你都难以体会 我们过去的2020年 这一年是一言难尽的糟心的一年 我相信对我 对大家 对这个世界上的人 都是如此 不过2020发生的一切 也都是神所允许的 甚至是我们罪 所必然带来的一个后果 这为了 为的是就要提醒我们 这世上和其上的一切 终将过去 唯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 所以我要劝大家 不要枉费我们在2020所经历的一切 就是神允许加在你我身上的疾病 困苦和艰难 也如同我在咱们跨年祷告会的时候所讲 愿我们大家都能在这2020之后的世界 三句话 信下去 活下去 传下去 抓住圣经 信下去 手速安长 活下去 抢救灵魂 传下去 永远不要放弃 永远不要绝望 永远不要被那只能杀身体的恶势力 制服 打倒击溃 你必须记住两件事 你还有神要办 你还有人要爱 这是你的责任 你不能放弃自己 还有许多神的旨意 我们还没遵行 还有很多失丧的灵魂没有得救 就在我们身边 所以 愿我们大家的灵魂 真的都被福音的手术所医治 也愿我们都能够彼此温柔以待 彼此相爱 爱自己也爱我们的灵舍 无论他信还是不信 愿已经得着了恩典的我们 也能成为那恩典的管道 把神的福音和神圣的爱 带给那些正在向地狱划去的痛苦的灵魂们 让我们来低头祷告 主我们就求你与我们的教会同在 也与这普世奉你名聚集的教会同在 我们知道这魔鬼有各样的轨迹 他甚至于栽赃污蔑 使你的教会恢复聚集 带来了疫情二次的爆发 主啊 我们求你败坏他一切的轨迹 我们求你 使我们真的来敬畏你的话语 我们也同样来去敬重你所设立的各样规律 主啊 帮助我们以抢救灵魂 以爱惜灵魂为我们最优先 以我们最重要 主啊 也让我们在此基础上 珍视我们的身体 珍视我们人的彼此相爱 主啊 带领我们在这世上 一切的所作所为见证 都是为了荣耀你的名 主啊 帮助我们可以信下去 帮助我们活下去 也有力量传下去 主啊 愿你恩待我们 使我们愿意来敬拜你 愿意来爱我们当爱的人 我们的祷告 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